這個是今天早上 清晨當地時間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當然是這個日本的新聞 那麼這個今天 當地時間早上七點二十二分 那麼在北韓的平壤旁邊 有一個叫五平里 發射一個飛彈 四千六百公里的飛行射程 在七月七點二十九分左右 通過日本上空 那主要是在北海道 還有東北的青森 青森縣是日本東北農業大縣 到七點四十四分左右 在太平洋 這個日本的兩百公里的專屬經濟機 海域之外的太平洋落地 那同一個時間 在七點二十九分的時候 那麼日本就這個 這個韓國就 日本就發佈這個快訊 這個就是說告訴大家說 要找避難防空洞 那麼這個地鐵也暫時停止 那麼要請這個國家即時的警報通訊 要求這個親身北海道的居民去避難 這個事情其實坦白講 北韓這一波 九月二十五號二十八號二十九號 十月一號都已經連續四次飛彈試射 但是他不是經過日本上空了 那今天早上是幾年來的第一次 過去也發生過 但是很久很久沒有了 通過日本上空 那現在我們還在查證 就是說有的是說這個也是在大氣 大部分的都是在大氣層之上 超過領空的範圍 超越領空範圍 但是日本還是發佈了這個警報系統 要求這個親身北海道鄉親居民避難等等 那這個這個金小胖北韓 過去有一段時間 這個跟川普在美國總統的時候 有一段密約期 二一七年的時候還在談 後來到一九年到現在 其實雙方是沒有交集的 過去一段時間大家看 這個之前四人關注的焦點都落在北韓 為什麼 因為會不會有核武嘛 對不對 會不會挺而走險 那北韓一直在跟中國跟美國之間 保持一個巧妙平衡 來這個來求取最大利益 那南韓最大的利益 其實就是他跟北韓的關係 日本也忌憚著 所以他整個在區一年 扮演一個什麼 扮演一個恐怖情人 瑕疵捷的角色 可是最近幾年來 大家在國際上關切的焦點 比較少 少提到北韓 歐戰爭 中國的政治情勢 中國的經濟狀況 美中之間的關係 還有臺海現在越為重中之重 那你說他是刷存在感 也是沒錯 另外一個也就是說 藉由現在全球的目光焦點都不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用這種大動作 而且這次四千六百公里的這個彈道過去 大概是過去以來最遠的一次 讓大家重新把這個目光放回到北韓 那現在因為是今天早上的事情 其實各個國家還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太明確的 這些情報跟反應 可是美國過去一段時間之內 對於北韓的事務上面 基本上是認為說 暫時不會發生大的狀況 那現在在歐物戰爭進行的狀況之下 臺海的情勢也節節升高 北韓看起來這個非常適合 因為大家知道過去有一段時間 那個南北韓之間的關係 是還算是相對ok 那最近從影學院上來以後 拜登總統相對跟川普比較起來 對北韓的政策也是比較強硬的 那整體中國現在在忙著開二十大 人事的問題還處理跟美國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時候 金小炮又出牌了 那整個區域之間 會不會發生什麼變化 因為這一次的非函視 因為非函視只有一次 他會不會還會有別的 會不會有後續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坦白講 整個地緣政治區域情勢的變化 是連動的 現在我們關注臺海 可是北韓也有事了 北韓的這個態勢 和北韓是不是繼續發動非函視射 是不是要用威脅 持續的使用威脅核武 跟臺海的和平安全 彼此有互相牽連 有互相連動 這我們還要再密切觀察 但講到奧物戰爭的這一塊 因為所有在國際之間 最近的局勢都跟奧物之間 會有一些連動性的一些情形 易夫 我媒體雙面報導 我剛剛就講 那俄羅斯電視台去播 那個末日畫面 那個核報啦 所有這些 然後最近老美呢 反正老美對於烏克蘭的 包括在援助軍援 不管是海馬斯 或所有這些 一直源源不斷 這些所有對於未來 大家都講說 俄武已經到了決戰點 已經到最後決戰的時候 那未來會發生什麼狀況 當然普丁等等都曾經揚言過要用核武來保護他們的領土嘛 那當然還包括公投的那四周嘛 所以大家都在最近在討論 是不是可能用核武 斯基包括梅克爾 包括歐盟啊 都不認為普丁是開玩笑的 就是很謹慎的面對這個事情 那剛才談到的 就是獨立電視臺 俄國獨立電視臺裡面播出來的核報的狀況 比如郡壯雲啊 那個大概我們在廣島什麼略微都看過了 但是他播的就一個世界末日的狀態 然後還防圖面具啊 如何防範什麼等等都出來了 當然這個影片 大家就覺得是在恐嚇西方嘛 就是說你口口聲聲說要核武 你這邊不斷的在放這種影片 你就是要來恐嚇我們西方嘛 要普丁讓 要西方讓步嘛 那當然最近英國又釋出 就今天又釋出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俄國的BPM97 他是那一種裝甲運輸車 他是隸屬於國防部 大部分隸屬於國防部 十二總隊 十二總隊負責什麼 核武器庫 包括運輸 包括發送到單位去 他們拍到的是說 這一些車呢 已經越過了俄羅斯的中部 往西部前進 往西部前進 那當然裡面載運了什麼 只知道是載運了一些載具 但到底是什麼 並沒有很明確 但是他們從隸屬國防十二總隊負責的單位來算 再推 難道是真的在運送嗎 所以你看這兩個合起來以後呢 最近又有一件讓人家討論不此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末日武器 末日魚雷 就是所謂的俄羅斯的海神 又叫做波塞頓 他是一個核動力的水下載具 水下載具 那我們聽到核動力的時候就知道無限距離 但他最恐懼的一件事情 當然他除了核彈 他可以造成一百公尺高的海嘯 所以要試射 所以你從這一部分來看 當然大家對俄羅斯會不會使用核彈 為什麼全世界各國都謹慎 但是美國提供俄羅斯的 他最近新 烏克蘭最新提的是M30A1 這一項的極速性的火箭彈 他裡面可以帶有四百零四顆的子彈頭 子彈頭爆裂的時候 可以產生十萬又兩千顆的烏鋼球 這曾經在伊拉克被稱為鋼羽 就是你打下去的時候 你想想看十八萬的烏鋼的 整個的破片從天上 他就等於是在空中 散彈槍的概念 對 他就是極速彈 所以他先爆裂以後 有四百零四顆的子彈頭 在爆裂的時候 裡面就有十八萬又兩千顆的 整個的鋼彈的碎片 整個砸下來 而且是以三馬赫的速度下來 他的範圍是多少 整個一顆彈下來的話 是二十萬平方公尺 那二十萬平方公尺是什麼概念 五分之四個大安森林公園 我們大安森林公園是將近二十六萬平方公尺 他大概就是一顆下來 就是五分之四個大安森林公園怎麼大 大概所以他就是對步兵陣地的時候 譬如說你步兵的所有的集結地 在那邊我一顆下去 那個殺傷力有多大 所以現階段 好像美國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的殺傷力 越來越大 那俄羅斯自從立曼戰敗了以後 核武之說 包括連車程的那個 我們常說的嘴炮 那個總統也跟他們說 你們也跟普丁說 你們要用低當量的核武等等 所以核武跟美國提供的一些殺傷力的武器 越來越重 又結合在一起 所以情勢也越來越符合